你想怎么样 杀了盐盈 娘 霍君为了对付白发熊霸 让盐盈在熊霸的茶中 下了天下奇毒三日断肠 只要熊霸一死 霍君就会带着聂风和盐盈退隐江湖 这日清晨熊霸找来的秦霜 竟要秦霸出手杀了自己 秦霸略一思索单膝跪下 说出不敢对熊霸出手 熊霸则表示这是命令 秦霸必须执行不得违抗 是 原来熊霸之所以让秦霸杀他 是为了测试对聂风的控制 聂风果然不负所望 对着秦霸发起了猛攻 此刻的聂风虽然没有用刀 仅仅只是使出了风神腿 血在入魔的加持下 打得秦霸节节败退 聂风成魔以后果然是脱胎换骨 武功更胜以往 风虚地 秦霸试图唤醒聂风 聂风却是双眼变得血红 月上半空师斩出了风神筒 充满杀机毫不留情 秦霸健壮不敢留守 并且魅力使出了天双拳 秦霸不出所料败在了聂风手下 熊霸目的达到连忙叫停聂风 他可舍不得折损秦霸这员大将 严寅想要上前看望聂风 却被熊霸一把拉住 表示聂风如今杀气很重 贸然靠近可能会遭到攻击 悬然不顾严盈的感受 强行带走了严盈 严盈担心继续待在熊霸身边 聂风将会再难回头 于是趁着熊霸熟睡之际 悄悄离开房间找到了破军 要破军实现对他的承诺 带着他和聂风归隐山林 剑在弦上不得不发 如今严盈打草惊蛇 破军只好提前展开行动 严盈见破军答应 伸手就要去拉聂风 却被一道红色真气给震打在地 眼见应得不行 严盈只好来软的 出言呼唤起聂风的名字 试图唤醒聂风跟他离去 破军看在眼里摇了摇头 认为聂风入魔太深 已经没有办法将其唤醒 严盈不肯放弃继续呼唤聂风 熊霸的笑声却从背后传来 他是不会跟你们走的 你到底对风儿做了什么 他刚刚服下了我的九转心灯 此时谁也谨慎不得 可恶的老贼 今天我饶不了你 见熊霸轻松接下自己的攻击 破军迅速带着严盈逃窜起来 由于严盈这个脱油瓶 破军的速度大受影响 很快便被熊霸追上 熊霸说出谁敢背叛他 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破军却是猛的大笑了起来 表示不管熊霸武功有多高 中了天下奇毒三日断肠 他就不信熊霸会是自己的对手 是你下的毒勺 没想到你也会有今天吧 你以为凭你就能杀得了我 你认命吧 破军认为熊霸中了三日断肠 可以抓准时鸡痛打落水狗 立刻与熊霸大打出手 如同当日对付绝无神一样 要熊霸长一场杀破狼的真正威力 两人交手十数招后 纷纷祭出了各自的杀招 都说自古对拨左边输 除了破军这头猪熊霸告诉破军真相 他早就是破了两人的计谋 提前在茶杯上涂了解药 根本就没有中毒 如今破军被熊霸费了武功 盐莹不愿破军为他赔上性命 出言向熊霸求情 提出可以任由熊霸摆布 希望熊霸能够放过破军 盐莹被熊霸一击重伤 躺在破军的怀里奄奄一息 熊霸要破军活在痛苦之中 信守承诺飞身离去 正当破军无比懊悔之际 决心出现对着破军冷嘲热讽 破军这才得知被决心出卖 你好狠的心 要比狠 你可是前辈 只是你为情所困 心变软 不中用了 真是为你感到可惜 小心